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了 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 还有大作的时候 包括这个扫相拜佛的时候 做任何善识的时候 都一定要发菩提心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千万千万不能忘记 特别的重要 那么菩提心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理论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 但是实际上要做 要真正做起来 没有那么的容易 但是没关系 只要我们有往这个方面去努力 这样子的话 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拥有真实物为的菩提心 这一点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 一定会有的 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不往这个方面努力的话 那么就是再容易的事情永远都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是往这个方面努力 再难的事情也都会成功的 世俗的很多事情 工作上的事情都是这样 学佛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最终的这个目标 就是四个字 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 就这四个字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首先 要这个目标呢 是利他 目标是利他 但是要利他 首先要得有这个利他的能力 这样子才能够利他 所以呢 利他的这个前提的条件 首先就是要利己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 通过修心 当我们自己拥有智慧 然后就是拥有这个慈悲性 拥有一定的这个能力 这样子的时候呢 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利益终生 能够利他 所以目标是利他 但是首先我们要从利己 入手 因为我们不利己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虽然这个法心法都非常好 但是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就是简单的说 为了让一切终生利苦得乐 这下决心一定要成佛 这样子就是菩提心了 说简单一点 菩提心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每次都要这样子发菩提心 好 接下来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这个课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也就是继续讲 这个六足会能大食的 这个谈经 那么上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谈经当中啊 就是讲了有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虽然没有讲全只讲了一部分的内容 但是呢 这个一部分的内容呢 实际上啊 就是这个谈经的精华啊 或者是它的核心的这个内容 那么第一个呢 这个谈经的指挥瓶啊 我们已经讲过了 然后另外呢 第二呢 就是这个定回啊 瓶也讲了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是开始讲的这个 第五个啊 就是禅宗的这个谈经的第五品啊 也就是坐禅啊 坐禅 那坐禅啊 对我们大家来说啊 都是非常的重要啊 前面啊 我们听了这个谈经的这几堂课 以后呢 大家对这个谈经啊 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然后呢 我们也就深深的体会到啊 这个谈经啊 讲的呃 非常的神奥啊 非常非常的神奥 呃 但是这个神奥的啊 这个意义啊 我们怎么去用啊 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啊 如果我们不知道啊 这个非常神奥的东西啊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用啊 没有这个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啊 就是意识到了他非常的熟生啊 他非常的这个啊 非常的这个神奥啊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用的话啊 没有没有没有意义了啊 所以呢 这个坐禅啊 这个这一这一品当中呢 他讲的啊 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一个一些具体的修法啊 他的一些具体的修法非常的重要 就是这个啊 啊六足坦经啊 那整个这个这个视频当中啊 我们上次讲过了 这个啊 顿洪班啊 顿洪班啊 他的新班和九班啊 都是没有分啊 这个章节的 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 那其他的大独数的 那其他的大独数的 比如说像宗宝本等等啊 很多的班本呢 啊 他是分了这个章节啊 那分章节的话呢 一共是有十评 那这个当中啊 这个当中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 这这这就这三品啊 一个就是知回品 另外一个就是定回 第三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这个 呃啊 这个左禅 那这三个呢 他的这个禅 他的谈经的啊 真正的 他的这个核心的部分 那么核心的部分当中呢 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啊 这一品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修法啊 他这个具体的修法呢 虽然是没有像我们其他的 比如说像大圆满呢 啊 大首音呢 啊 那就是像这种方法去讲啊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修法啊 那我们 那大家也要啊 了解一下啊 不仅仅是了解啊 我们一定要秀啊 因为这样子的 非常殊胜的呃 这个法门啊 呃 是呃 机会难得啊 来之不易 呃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呃 珍惜啊 一定要修 呃 但是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啊 如果是没有这个基础啊 非常重要啊 陈虎呢 呃 呃 有些时候就是说 神之士 啊 有些时候呢 说弟子门 啊 那么这个当中啊 就讲的这个神之士 就是当时的啊 这些听众 呃 他的听法的人 也就是他的这些弟子们 次法门中 这个禅宗的法门 跟其他的法门 跟其他的很多很多很多的 显宗的法门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慧能大师 很多地方都是提到 次法门 次法门 因为这个法门的首法 这个法门的很多的 这些对佛法的历劫 这些都是普通的 这些经典 普通的佛经的 这个说法和修法 都是不一样的 它是特别的 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次法门 就是说我这个法门 也就是说禅宗 他自己的度特的方法 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就是说 坐禅 缘不捉行 以不捉井 以不厌不懂 这三句话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 特别特别的深奥 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对我们的 时机的这个修心上 是非常重要 这个不仅仅是我们 秀禅宗 秀大圆满 秀大收音 秀任何一个非常神奥的佛法 都需要记住这几句话 特别的重要 那么在这个文字上呢 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出入 我们现在这个斑奔呢 上一次也讲过了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斑奔呢 就是这个敦煌的 敦煌板 敦煌的这个手抄奔 那么这个跟其他的这个斑奔呢 这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 大提上都是一样 原作颤 原不作性 那个敦煌的这个敦煌的原本和敦煌的新本 敦煌本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敦煌的这个文献 当中就是发现了五个不同的这个板本 五个不同的这个弹奔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平时讲的 尤其是我们这一次讲的呢 是用的是这个其中一个 那么这个新斑和这个新板 新斑和这个原斑 这两个当中呢 就是文字上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什么呢 那它这个里面呢 就是讲作禅不作性 就是用一个制作的作 这个字 制作的作 然后这个顿煌本 两个版本里面呢 用的不是这个作 用的是堪 堪这个字 就是说作禅原不堪行 宜不堪静 是怎么讲的 然后呢 敦煌本的两个版本当中呢 后面就上了一个不这个字 宜不言 宜不厌 不动 后面这个字 不动 就是敦煌本里面呢 就说宜不厌 动 就是没有这个动 这个字 不止 那这个是 后面呢 就是 就是修改了 交怼了 那交怼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中间有一个 比如说 少了一个字呢 因为他自己啊 后面讲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呢 就是 比如说 这个东方版呢 他自己后面就是讲了 不动 后面就是讲了不动 这两个字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 内容上啊 从他的内容上讲 如果这个中间啊 少了一个 不这个字的话 内容上啊 也是不好解释啊 说不同啊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后面他自己啊 也就已经在这个里面 讲过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啊 不懂啊 这后面都是有的 所以呢 这应该是 有有 这是 少了一个字啊 后来呢 这个之前啊 就研究 这个 这个 谭经的这些学者啊 他们也是 也加了这个字啊 那么这个 加这个字是 没有错的啊 这个 这个谭经 本身啊 这个当中 我们看得出来 这里面就是 少了一个字 比如说 后面啊 就讲 若不懂者啊 不见 一切 人 果还啊 后面不就说了吗 若不懂者啊 那从这个角度 就看得出来 前面啊 就是说 义不焉动啊 他讲 原来的版本里面呢 义不焉动 但是这个当中呢 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 不这个字呢 少了啊 少了 因为后面 他讲的时候啊 他后面 就 这三句话呢 先啊 讲这个三句话 然后呢 这三句话 后面就是有结识啊 那 后面结识的时候呢 就是说 若不懂者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就出现了一个不 这个字啊 所以呢 这就是 就是说明啊 前面 就是少了一个不 这个字啊 这就是 这样子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呃 这个地方啊 这个 原本当中呢 他不是着啊 不堪性啊 不不堪情啊 这样子 那么 堪也是对的啊 这么讲 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为什么说 是对的呢啊 因为这个后面呢 他又开始讲 你看 这后面呢 就是讲啊 若眼看情啊 这个时候呢 看这个词出来了啊 若眼看情啊 那么 这就是说明啊 呃 前面的啊 这个就是 前面的这个啊 不堪性啊 也可以是不堪性啊 呃 因为这个是 我们看他 他的他的原本的 这个原文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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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堪啊 或者是不拙 实际上 这两个是啊 用不通的文字 表达的内容呢 呃 都是一样的啊 要这样子理解 呃 那么 首先第一个啊 不拙性啊 那这个呢 我们就比较 比较容易啊 理解 因为 呃 大拙的时候啊 当然是不能有执着了 呃 我们对 任何东西啊 无论是 内在的 行啊 或者是外在的任何东西 有执着啊 这个是 不对的 呃 如果我们用这个啊 拙啊 这个字的话呢 大家就比较容易啊 比较容易这个 呃 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这是根据这个啊 呃 根据这个中包本啊 或者是其他的版本啊 我们是在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啊 PPT上看到的这个字里面呢 呃 我是把 呃 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用的是动红版啊 但是呢 就就把根据其他的版本把这几个字盖了 嗯 但实际上呢 呃 这盖和不盖啊 呃 都是一样啊 内容都是一样啊 那个呃 呃 摊金它本身就是有这么不同的这个版本 嗯 所以呢 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那首先第一个如果说不着性啊 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啊 就是换一个字啊 就是说 坐餐缘不堪心啊 不堪心 那这样子的话呢 也许啊 有一点点不太好 呃 理解 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的其他的这些呃 呃 修心的这个书当中呢 就是讲啊 我们大作的时候呢 就是要去堪心啊 也要去观心啊 包括这个柳竹谈经 他自己也会讲啊 要堪心 要关心啊 怎么讲啊 那么现在呢 呃 又说啊 不堪心啊 那么这两个我们怎么能够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啊 似乎就表面上啊 看起来这个有点点矛盾啊 平时呢 就是说要去大作的时候 就要去堪心啊 关心 然后呢 这里呢 有说啊 不堪心 呃 实际上啊 堪心和不堪心啊 堪心和不堪心 和不堪心啊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是一样呢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啊 我们还没有争武的时候啊 我们任何一个人啊 换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 当我们还没有争武的时候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七星冬年啊 任何一个年度 实际上它是呆有啊 这个执着的啊 这个成分啊 呃 因为它没有没有争武啊 所以它虽然在这个时候 当下呢 没有一个啊 啊 这个石油啊 真实啊 这样子的明显的念头啊 但是它已经磨忍了啊 上次也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啊 我们的这个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世当中啊 出现了一个念头啊 比如说啊 车子啊 方子或者是桌子啊 佛书佛经啊 佛乡啊 这样子的任何一个名词啊 的时候 虽然我们没有架啊 真实不许的佛心啊 佛乡啊 正实的这个方子 车子没有怎么又怎么说啊 也没有这么去想啊 但是实际上呢啊 这个就是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 它已经认定啊 这个是这个车子呢 这个车子呢 是真实的啊 真实存在的啊 石油的车 石油的佛像 石油的桌子啊 实际上是已经这么认定了 已经默认了 所以呢 我们有任何的念头 实际上就是执着啊 实际上都是执着啊 我们不要以为啊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比如说啊 真实啊 石油啊 这样子的啊 这个念头的话啊 那么其他的念头 比如说车子呀 方子呀啊 这些不是执着啊 不要这么去想 这些都是执着啊 所以呢 我们还没有正无的人去看行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看什么呢 就是看这个真实的啊 石油的 我们心里看 所谓的看呢 我们啊 就是把这个我们的心啊 比如说每一个念头啊 去看 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啊 当作是石油的啊 就这么去看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正无啊 因为我们没有正无的人的啊 这个意识当中呢 不可能有啊 不可能有啊 这个空心啊 这样子的空心的这个啊 智慧 因为还没有正无啊 那么没有这个空心的智慧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执着 所有的这些念头啊 都是带有啊 这个这个真实的啊 真实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 所以呢 我们只要我们去想某一件事情啊 实际上我们想的都是石油的 我们认为它是石油的 我们已经模仁了啊 它是啊 真实不虚的啊 这是这样子 所以呢 在我们没有正无的人的啊 这个意识当中 很难取分啊 石油啊 和普通不得啊 这个石油的念头啊 很难分啊 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分的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念头啊 它都是都是都是这个石油的念头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说堪心啊 和作性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了 嗯 当然如果真无了以后呢 那堪心就不是作性了啊 堪心就不是执着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没有真无的人啊 到这个堪心呢 啊 实际上就是作性啊 啊 堪心就是执着啊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两个字啊 首先我讲的是这两个班本 不同的班本 他们用的这些字啊 都是没有 没有关系 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我上一次也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很多啊 这个教授啊 就是大学的教授啊 研究人员啊 他们对这个这个堪心 也做了很多的分析研究啊 啊 也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啊 啊 啊 谈经方面的这个论文啊 写得都非常的不错啊 非常不错啊 啊 但是呢 它不会告诉我们这个 做和看的这个啊 真正的意义 是应该是用看这个字 还是用做这个字啊 看是什么意思 做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之间呢 在实际的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这个呢 已经不是他的这个研究的范围啊 他就不会告诉我们这些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佛教徒 这个去修的时候呢 啊 啊 就要去啊 去啊 这个 这个 去去去 去分啊 去 呃 涌 涌的时候啊 然后我们就是知道这个 实际上这看啊 和桌 啊 都是一样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已经在我们的一个修心的 呃 范围啊 当中啊 所以我们呃 首先要这样子去理解 文字上啊 我讲的是文字上 然后呢 嗯 它的意思就是说 坐禅啊 坐禅 坐禅的时候呢 缘 不作性 缘就是说本来就是不作性的啊 从五十从五十一来啊 啊 或者是也不说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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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啊 啊 这么圆 就是说我们大坐的时候啊 啊 他本来就是啊 本身就是啊 啊 不作性的啊 啊 比如说一个正午的人啊 一个正午的人 他大坐的时候啊 他大坐 他进入这个禅丁的这个经节的时候呢 然后他本身就是不作性的啊 他不会作性的啊 这是第一个啊 特别的重要啊 啊 这下面呢啊 他有他进一步的回啊 这个分析 首先第一句话 我们大坐的时候啊 第一个我们不堪行啊 堪我们的行 这个还不是啊 禅宗的啊 这个禅丁啊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不拙景啊 秦境 秦境 平生我们 秦境这两个字啊 尤其是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 啊 用的特别的多啊 我们平时都是说 抠抠生神的 就是说啊 我们的信的本性是秦境啊 啊 讲的很多很多 但是这个地方呢 有否定了啊 说我们的这个大作禅宿的时候呢 也不能啊 作景啊 不能制作景 这个我们啊 能够理解啊 不能制作啊 不能制作对任何东西都不能制作 不管是景不景啊 这个知道 但是呢 那么如果我们用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另外两个字啊 这个本 敦宏版的两个字的话 那就是说啊 不堪啊 不堪啊 不堪景啊 也就是说 不要去看啊 不要去看啊 秦境啊 本景啊 本来清境啊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啊 然后呢 下面啊 又进一步的解释了 我们首先第一个第二句话 我们要知道啊 大作的时候呢 要不要去啊 强调啊 啊 情境啊 强调情境 这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大作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啊 对这个信的本性啊 给他贴标签啊 贴标签啊 说这是清境啊 这是奔境啊 这是奔来清境啊 这样子就不对了啊 就这意思啊 由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的话 你就不要给他贴标签啊 就这意思 你给他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啊 这是空心 这是佛心 这是啊 这个本经啊 这样子以后呢 实际上你自己贴的标签啊 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贴的标签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意识当中相处来的啊 是你自己的意识当中相处来的 然后佛心啊 或者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是愿离所有的表签啊 愿离所有的我们的语言啊 能够表达的啊 这些东西 他是远离这些的 那么他既然是远离所有我们的啊 这个语言能够表达的这些这些这些东西呢 那么你就怎么可以去贴各种各样的标签呢 啊 所以就是说 不看经啊 不作经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大作的时候呢 不要去给他贴啊 情经啊 这样子的标签啊 这不对的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意不言不懂啊 不懂啊 这个就是开始 佛丁 我们的啊 世俗的这个禅丁啊 世俗的禅丁 就是四禅八丁啊 四禅八丁 这个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啊 已经讲过了 已经不至十次了 就是说啊 心平静啊 心平静啊 那么光是性平静啊 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这个啊 百无不四啊 什么都不向心平静 你就是把心平静要收住你自己的心 不要有七心东念啊 把所有的念头啊 都归零 然后呢 就在这个零啊 当中啊 就是暗住啊 这种这个禅秀啊 在四禅八丁 或者是这个世俗的禅丁当中啊 这个是没有错的啊 这是事与中禅丁啊 也是一个啊 一个表准的这个这个禅丁 但是呢 禅丁 我们之前也讲过 禅丁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 禅宗讲的这个这个禅丁 就跟大圆满跟大首音啊 是差不多的啊 这个层次 所以从他的这个禅丁的啊 层面来讲的话 那么这些世俗的啊 时俗的或者是时间的禅丁 四禅八丁啊 这样子的禅丁啊 修得再好再表准啊 都是没有用的啊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它海庭有在啊 这个阿赖也时的这个层面啊 这个禅丁啊 四禅八丁 修得再好的时候啊 非常表准的 已经达到了他的最高表准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的状态呢 也就是阿赖也时的状态 那么阿赖也时的状态 不就是刚刚不就说了吗 不要作心 不要去看心啊 阿赖也时呢 恰好就是啊 是我们的心的范畴当中啊 他还没有超越啊 阿赖也时啊 虽然是阿赖也时啊 跟我们的比如说 焉而必失神 比起来非常的平静啊 还有就是跟我们的意识啊 比起来也是非常的平静 但是啊 他再平静啊 再怎么样 也在还没有突破 还没有超越啊 这个行的范畴啊 行的范畴 意识的范畴 行的范畴 人的行的范畴啊 因为阿赖也时呢 他不就是这个霸食之一 霸食之一 然后行是什么呢 行就是霸食的这个通臣 宗臣 所以呢 阿赖也时 这个禅丁呢 四禅八丁呢 他就是停留在 这个阿赖也时的这个层面 然后呢 阿赖也时的层面呢 还没有突破 行这个字的范畴 那么这样子的话 刚刚就说了 刚刚不就说了吗 坐禅远不堪信 那么我们世俗的这个 四禅八丁呢 秀得再好 实际上他就在看行 就在坐行 所以呢 这个不懂这句话 他就是说 光是不懂 不懂 这个还不是 这个禅宗的 这个禅秀 不懂 比如说 四禅八丁当中的 最高的 就是物色戒的 这个禅 物色戒的禅 它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扎连 根本就没有扎连 一丝死的扎连 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它缺乏了什么呢 它就缺乏了智慧 它只是心非常的平静而移 平静而移 那这个平静当中呢 它没有舞蹈 它没有舞蹈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平静就是不懂 所以禅宗就是说 以不厌不懂 我们就不腔调这个不懂 就这意思 不厌我们不讲这个不懂 这个不懂呢 是世间的四禅八丁 他们才讲这个不懂 我们这个禅宗就不讲 或者是不腔调 或者不要求 大家不孤立去修 这个不懂的禅 就这样 就这意思 所以不言不懂 好 这三句话 是这个 这个我们做禅品的大杠 大杠 这三个 非常的有意思的 非常重要 第一个 不捉行 或者是不堪信 第二个呢 不捉警 也就 或者是不堪信 第三个呢 就是 不言不懂 不言不动 就这三个了 那这三个呢 都是 都是这个 跟这个禅宗的 跟这个禅宗的境界 是相伪的 相伪的 相矛盾的 所以这三个都不是 不是禅定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这一篇当中 讲的是一个 非常的重要的 一个具体的修法 那我们修这个空信的时候呢 一定要排除这三个 比如说我们大作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大作呢 是不是堪信 然后是不是给自己去贴个标签 这是光明呢 这是佛心呢 然后就是自以为是光明 自以为是佛心 实际上根本不是佛心 是自己贴的标签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心很平静 不懂 不懂 然后不懂的时候 就自以为 这个就是 这个禅定 正无的境界 正无境界 那这三个 特别特别的重要 实修的 尤其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个 这些话 就是像大语言们 大兽音 这样子非常具体的 修行的引导文 当中才会出现这些 一般的 比如说像密宗 我密宗呢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 角度 比如说像密法的修行 像密法的见解 都有很多方面的 那么除了像石秀的 这些引导文以外 很多包括像密法的见解 这方面的这些书 它也不一定讲 这样的这么的具体 但是这些具体 具体我们是 比如说 学了这个大语言们 学了大兽音 然后我们翻过来 再看这个 谈经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里面讲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深奥 然后讲得非常的好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没有 第一个 我们没有这个禅的 这个谈经的传承 然后呢 也没有学过 大圆满 大兽音 这样自己去看的话呢 那这次 这几句话里面呢 就是有多少的 这个神奥的内容 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不一定能够挖掘到 这些内容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三个咬电 这三个大梗 是具体的修法 尤其是修空心 修大圆满 大手印的时候呢 特别重要的 修菩提心 修一般的 这个四禅八顶的时候 这些都是永不赏的 这都永不赏的 因为这个很高 那个时候都是 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所以都是永不赏的 但是最后修大圆满的时候 修密法的时候 修禅宗的时候呢 然后特别的重要 特别重要 然后这几句话呢 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 实修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衡量 自己的这个修行的 境界的一个表准 特别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因为我们没有真武的时候呢 这个我之前讲过很多遍了 这个真武的人看 普通的世间的禅丁 再平静也好 跟他的真正的这个正武的境界比 那就是天地之弊 但是呢 还没有正武的人来说 这两个就是 就是因为两个都是很模糊的 尤其是这个真正的正武的境界呢 从来都没有感受过 从来都没有体会过 根本就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把这两个的这个 结线是很模糊的 分不清楚的 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分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禅丁的 就是世间的这个禅丁的功夫的人 然后自以为成就了 自以为自己已经真武了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之前讲过很多次 那么今天这讲 今天这里讲的这三个大纲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特别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呢 他要把这三个问题呢 要进一步的取 这个解释 首先我们刚才讲了 作禅远不堪信 那么下面呢 他就开始讲 为什么不堪信 堪信有什么问题 他就叫若远堪信 那这个时候呢 开始用这堪这个字 而不是着堪 那这个堪这个字呢 谭经的这个 敦荒版 敦荒的原本和敦荒的新版里面啊 都用的是看这个字 而不是桌 这个时候就开始用看这个字 所以呢 我刚才讲了啊 前面用桌 后面用看 实际上这两个就是一个 一个意思 怎么样用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班本啊 这个中保本啊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 抄袭的原本呢 这些班本啊 很多有些班本是用看 有些班本是用桌 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不同意没关系的 这内容是同意的 所以这个堪经他自己的这个啊 原文当中呢 他现在就开始用看这个字了 若眼看信啊 如果你说啊 大做的时候就要看心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什么问题呢 就说信愿是王啊 我们我刚刚讲过了啊 我们没有真无的人的所有的心啊 全部都是王啊 王是什么呢 王就是望年啊 望念 狂妄啊 望年啊 执着啊 就是这样子啊 无论是我们啊 有没有明显的啊 这个这个石油啊 啊 这个真实不虚啊 等等等等 啊 不管怎么样 反是我们没有真无的人的任何一个年头啊 任何一个年头啊 实际上就是王啊 就是王 王年啊 望年 狂妄 这个在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 王啊 信愿是王 行本来就是王啊 行本来就是望年 意思就是说 信和智慧啊 这两个当中啊 的这个行啊 他制的是什么呢 是制的就是有执着的 我们仿佛的啊 把实啊 把实 把实分开了以后呢 啊 啊都是包括这个阿雅也是啊 都是包括这个阿雷也是啊 他也是一个稀微的呃 亡年 亡年 他也是一个稀微的亡年 所以呢 行啊 就是亡年 啊 行就是亡年 那么 望入 缓顾啊 啊就是说那 那妄言有怎么样呢 就是说 妄言都是假的啊 狂妄都是假的 都是虚假的啊 就像缓觉一样啊 缓觉一样 缓觉 是辱缓 入梦 他不诊识的 虚拟的啊 虚假的 不诊识的 嗯 误说啊 误说看也 就是说 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啊 因为他都是假的啊 都是假的 都是亡年 你看什么呢 这个当中呢 没有一个真实东西 可以看都是网年啊 都是都是 都是这个狂妄 都是啊 这个假的 虚假的 那虚假的又看 看了有什么用呢 啊 看了没有什么用 就是说 所以呢 啊 你就不要去看行 啊 就这么讲 但是这个当中啊 我们要知道 我们很多 之前这个谭经啊 他自己也讲过了 就是看行啊 关心啊 都讲过很多次了啊 那现在又不能 不这个 有所不看行 那这两个 有什么区别呢 啊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在很多的佛经啊 尤其是像这个谭经 这样子的 非常神偶的佛经 还有像大院门 大手影这样子的 这个佛经当中啊 就是他讲的这个 这个堪心呢 他实际上 他用的这个词呢 就是说堪心 但实际上呢 他不是让我们去看 我们现在的这个念头啊 而是看念头的本质 看念头的本质 而不是去看念头的表面 表面 那这个堪经当中讲的啊 信愿是王啊 也就是这意思 他有些时候就是说啊 烦恼就是菩提啊 有些时候呢 也有说信就是王啊 那到底是王还是烦恼 还是还是这个 智慧呢啊 哪个是对呢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对的啊 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念头的本质啊 本质啊 就是佛的知悔啊 本质就是菩提 嗯 但是他的表面的这个 他的表面的这个现象呢 他是不是啊 菩提呢 还不是啊 就是贪嗔痴 表面的这现象呢 就是贪嗔痴 就是烦恼啊 所以这个这里讲的啊 就是不堪信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看啊 这个心的这个表面的啊 这个层面啊 表面的这个层次 那我们没有真悟的人啊 只要去看这个心 或者是观想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能干这个看到的啊 我们能感觉到的 或者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啊 就是出了这个表面的情绪啊 表面的这个思维和表面的意识的活动以外呢 还能有什么呢 啊 没有的啊 我们没有真悟的人是没有 就就这些了 但是正悟的人就不一样了 正悟的人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啊 他就把这个 他穿透了穿啊 穿透啊 这个意识的这个标面的一个一层 然后直接就看到了他的啊 内在的啊 他的本质的这个部分啊 他的本质部分啊 不是看到的是啊 这个表面啊 所以他的表面呢 啊 是亡年 他的本质啊 才是啊 才是菩提啊 才是指挥 啊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佛经里面他不会啊 就是分得很清楚 他就是教我们去看信啊 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理解啊 看信 就是要看他的本质啊 就要这样子理解啊 这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看信啊 实际上还不是看他的本质 就是看他的表面的啊 这个念头 就是看这个亡年啊 看这个亡年 还不是看这个本质 嗯 嗯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开始啊 去搭着啊 然后呢 去寻找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的时候啊 这个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过程 一开始的时候 直接就啊 能够看到信的本质 这个是不可能了啊 这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弦啊 首先第一个 就是要看第一步啊 就是要看这个我们的信的表面的啊 这个念头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啊 比如说就猫出了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啊 就要去看啊 他现在就猫出了一个念头了 单身了一个念头了 那现在呢 这个念头 他在想什么啊 然后啊 现在这个念头消失了 就不就是看这个吗 这个不是表面是什么呢 这就是表面啊 那这个就是不是说 谭经不是说不要看这个吗 啊 啊 谭经就是说 正午的人就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 就是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正午的时候呢 啊 比如说我们商楼 商楼啊 也需要这个电体啊 电体啊 不可能一步就是到到到到到十楼 所以这 所以这个我们不可能一步就能够正午到啊 能够能够看到新的本质啊 那这个没做不到的时候呢 先看他的表面啊 先看他的表面啊 然后呢 最后就是要他就看到这个本质 比如说啊 这个开采 这个框的时候啊 首先是他这个把框五支跟这个凸啊 仪器全部挖出来啊 啊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一下就直接就挖出啊 这个凸里面的框五支啊 他首先是把全部跟凸跟框五支全部挖出来 然后呢 这个当中啊 把这个框五支啊 啊 丢了 然后这个当中的框五支替脸出来啊 最后是这样子 那开始的时候呢 他把所有的跟这个框五支跟这个图啊 一起挖啊 全部挖啊 这个时候呢 他实际上需要的呢 不是这些图啊 他需要的是这个图里面的啊 框五支啊 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个啊 当时就直接把这个啊 框五支提炼出来 所以首先他把这个这个图跟框五支一起啊 挖出来啊 然后慢慢的夹工啊 同样的我们看的时候大佐的时候 首先啊 把心和心的本质一起啊 看 但是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啊 心的本质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先看啊 心啊 就不是挖狂的时候呢 先不是挖的兔挖掉了吗 啊 那这个当中是有的 这个当中就是有这个框五支的啊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心啊 但是看心呢 啊 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过程啊 这当做一个过程啊 啊 还不是一个结果啊 结果呢 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啊 最后就是看到这个念头啊 当中的啊 念头当中的啊 像这个图里面的啊 框五支一样 这个念头身处的啊 这个啊 这个啊 佛心啊 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就是他啊 需要看的就是他 但是啊 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没有办法直接就能够看到他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就看这个表面的啊 这个仪式 也可以啊 看心啊 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啊 很多佛经就讲啊 看心 然后呢 他也孤立我们去看心啊 看心啊 观察心啊 那这些都是可以这样子两个方面理解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没有一个佛经就是告诉我们啊 你看心的时候呢 看心有两个 这个时候这样子理解 那个时候那样理解不会有的啊 这是我们大量的佛经 大量的这个啊 引导文啊 当中啊 我们会发现啊 原来应该是这样子理解 这个就是我们啊 自己会啊 这当中会发现啊 所以呢 这些是实修啊 跟我们的实修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作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音导文啊 大圆满的也好 大收音或者禅宗里面让我们去看心啊 然后又告诉我们不要去看心啊 那这个生物我们自己懂得什么叫做看心啊 什么叫做不看心啊 然后这个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明白啊 实际上就是大作的时候啊 大作是更需要的就是真正大作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很需要啊 所以啊 这个里面就是像 如果你只是看心啊 就是看心 就是看这个心的表面的这个现象啊 那表面的这些现象有什么好看的呢 他就是说这都是妄想啊 妄想就是像这个像环觉啊 那就是它是没有动物不存在的呀 物所看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地方啊 这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看头啊 就这意思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本质 那它的本质怎么去看呢 这个就是我们啊 有两种方法啊 两种方法 一个是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 根基特别特别成熟的啊 这样子的人 那么他们呢 直接啊 就是在这个贪经当中啊 慧能大师他自己也讲过了 他是咽下大乌啊 就是咽下大乌一句话 然后啊 他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啊 呃 心的本心啊 比如说 乌云漫田的时候啊 一下子这个天空当中的所有的乌云啊 都被风吹伤啊 然后呢 当下啊 当下就是蓝天啊 就看出来了 啊 那么这些根基非常成熟的这些人呢 啊 那么他就是这样子 他当下就啊 看到了他的本性啊 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呢 那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 因为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根基啊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 那其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话 那就是四家心 五家心啊 通过这个 通过四家心啊 处理心啊 处理心啊 主要是处理心 然后呢 通过这个四家心啊 要发菩提心 然后呢 忏悔追果啊 还有就是积累福保啊 最后就是上师的加持 就是于各种各样的力量啊 依靠各种各样的这个力量啊 然后呢 最后啊 就是看到这个心的本性 看到这心的本性 最后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 每一个人的心的本性 是完全是一样啊 每一个人的心的本性是一样 每一个人的心的本性 是佛心啊 光明啊 这个上面 这个层面上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的本性啊 它就是隐藏在一个非常非常神的地方啊 然后这个好 这个前面呢 就是有一个很厚很厚的一层啊 一层什么东西呢 一层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啊 意识的层面 然后这个意识的层面怎么去突破呢啊 这个就是没办法突破了 如果这个突破不了的话 那我们所看到的全部就是刚才啊 六周灰能大师 让我们不要去看的就是这些了 我们看到的都是不能看到的啊 就是这这一个层次了 就是若言堪信啊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信啊 就是这个念头 就是这个扎念 各种各样的扎念啊 然后就是就各种各样的烦恼 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啊 怎么去突破呢 我们突破不了 我们任何时候打坐啊 看到的就是这些了啊 然后呢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 看到的优势这些啊 不仅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去打坐非常的认真的去观想啊 非常认真的去这个观照观察啊 结果看到的有是这些啊 永远都突破不了啊 永远都就是在这个上面啊 就在这个当中徘徊 所以我们没有这么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好的根基的人啊 啊那就是没办法啊 直接就看到新的本心啊 所以我们呢 就是需要很多其他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刚才讲了啊 私家心和无家心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 非常非常关键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上面啊 就是需要加一点点这个禅秀啊 那么这个禅秀呢 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 它不是啊禅宗 它自己的本仪啊 它是不需要这个的直接去 尤其是不是这个贪经的啊 贪经贪经的仪义啊 啊这个可以理解为禅宗的建门的这个禅宗 就像神修大使的啊 这个禅宗啊 禅宗也有敦门和尖门 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建门的修法呢 啊当中呢 可以有这样子的禅秀 然后再去修啊 这个最后就去证悟啊 但是顿门啊 慧能大使的这个顿门当中呢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啊 不需要的 然后呢 必须要直接去证悟啊 如果证悟不了的话 那这个就是说明你还不勾格啊 所以你得要重新重四加性 五加性一步一步啊 来啊 等你的这个层次大倒了 想回弄大使这样差不多的时候啊 然后再用啊 这个这个顿门啊 顿门的法啊 否则的话 这个顿门的法跟你的啊 这个这个根基啊 不相应啊 不相应 所以这个时候绣了也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啊 其他的方法 从四加性啊 五加性啊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禅秀 通过这么多的方法 提升啊 提升我们自己的根基啊 提升根基 那提升根基以后呢 比如说虽然还没有达到像 回弄大使这样子的根基啊 但是呢 这个顿门的法啊 是差不多比较详音的 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啊 通过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禅定的 通过这个禅宗的 方法啊 去修啊 那我们就是有可能看到啊 就是突破了这个啊 外外层的啊 一个厚厚的啊 这个意识啊 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啊 啊这个蓝天啊 这个外面的很厚的云层 很厚的云层呢 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外表的情绪 啊各种各样的情绪 各种各样的念头啊 啊就是从这个这个这个云层的这个云层的很厚的云层的背后啊 啊是蓝天啊 同样的我们很厚的这个烦恼啊 很厚的这个意识的层面的背后呢 啊是啊这个心的本性啊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啊 啊只看形啊 只看表面的心啊 啊这个是没有用的 而上一次啊 也就啊 我们讲过了啊 一句一个这个大圆满的一句话 啊大圆满的一句话 就是赤裸的啊 觉知赤裸的觉知 觉知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 心的本心光明啊 佛心实际上这一个意思啊 赤裸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就是啊 比如比如说这个一个人啊 就是不挂意识不挂啊 这样子的时候啊 比如说人的这个身体皮肤 什么都可以看得见的啊 我们的这个可见光 知识不能看到骨头 其他方面都可以外表都看见 同样的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啊 这个意识离开了以后呢 然后就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的就是心的本心 心的本心 那这个在大圆满里面呢 就是叫做赤裸的啊 赤裸的觉知 然后啊 这个禅宗呢 他讲他讲是将什么呢 就是说若言堪信啊 这心是什么 这里面讲的心啊 如果有了这个心啊 还在啊 还不能突破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不是赤裸 不是赤裸的觉知啊 后面呢 还有一层很厚很厚的啊 这个啊 呃 一层层啊 因为有了这个很厚的一层层 那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啊 这个背后的他的本质啊 所以这些都是啊 他们都在讲 从不同的方法啊 不同的语言 实际上就是在讲一个啊 内容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若言堪信啊 如果我们说要堪信啊 那么就是慧能大师说 没有用的啊 堪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不会有什么成果啊 堪了信不会有什么成果 为什么没有成果呢 那信不就是汪年吗 堪网年有什么用呢啊 就这意思了啊 所以呢 大元们也就是说 一定要看到赤裸的这个啊 本质或者觉知 意思就是说 不要带有任何的啊 这个念头啊 就是要直接看到 没有念头的非常纯净的本质啊 所以信愿实啊 信愿实亡心 本来就是亡念 呃 这是第一句话的内容了 啊 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 一般的佛经里面呢 也有讲这个四不一法啊 四不一法 比如说以法不一人啊 那么这个当中呢 有一句话啊 四不一法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啊 就是不这个 一执啊 不以实啊 就是说要依知慧 要依知慧 要依靠知慧 不要依靠啊 我们的这个意识 哦 那这里面讲的这个 四四一法啊 当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内容啊 跟这里讲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啊 那我们看我们的心的表面啊 就是贪嗔痴 就是亡念啊 看他啊 没有什么用 看不到他的本质 一定要突破啊 一定要突破 这就是我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 最后呢 我们要争悟的话 那就是不要不要不要停留在任何一个啊 这个意识的层面上的这个禅定当中啊 无论是四餐八丁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餐丁啊 都是一样 只要没有突破了这个心的这个层面啊 那都是没有用的啊 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第二句话啊 就是说若眼看景啊 如果说我要看心的光明啊 心的本心啊 光明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你看广明啊 怎么看啊 什么是光明 他就是说忍心本景啊 如果你要看这个光明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呢 他确实是光明啊 确实是情境 确实是情境 为亡相 为亡相骨 覆盖正如 这是因为我们有亡相 我们有亡相 所以呢 他的正如 正如就是他的真相 也就是佛心 那佛心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心 包括任何一个动物啊 凡事有情感的生命 他都是有这个佛心的 都是有佛心 但是呢 因为这个佛心的外面呢 就是有一个很厚很厚的 很厚的这个意识层 然后这个意识层 它就覆盖了 这个它的本心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都 就是突破不了 我们的一般的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智慧呢 它是不能穿透 不能穿透这个很厚的 这个意识 意识的层面 然后这个意识层面呢 突破不了的话呢 那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思考 全部都在这个意识的 这个繁愁当中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突破的 它突破不了 它不突破的话呢 那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 看到它背后的 它的真正的 这个本心 看不到它的本心 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是有 但是看不见 历亡年 本心静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亡年的话呢 那才能够看到这个本心 因为这个本心 它本身就是情景的 不见自心本景 那么你刚才说了 你要看心的广明 那么你说的这个 所谓的心的光明是什么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 本心原有的这个光明 是不是这个呢 如果是 好 那如果是这个 那你必须要对这个证悟 必须要对证悟 不见自心本景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 要看到心的本心 本景 真无 如果真悟了 如果真悟了 如果真悟了以后呢 你说 你要看心的本心 情景或者光明 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讲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这话是没有错的 真悟了以后呢 你可以说 看光明 看本景 看本来情景等等 都没有问题 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啊 没有真悟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还没有真悟的时候呢 自己给自己的餐厅 贴一个标签 我要看光明 我要看本景 那么就是说 不见自心本景 那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自心的本景呢 兴起看景 然后呢 你就是去了一个年头 我要看本景 去了一个年头 那这年头 本身就是不对的 本身就不对了 这年头啊 信看本景 那么这个本景呢 实际上 你去贴一个标签 这个去贴标签的 这个念头呢 它就是王相 确胜金王 它是一个 带什么样的 这个是 拼的这个 本景的 以本景的名义 以清净的名义 以光明的名义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念头 实际上它就是念头了 实际上就是亡年了 实际上就是亡年 所以看 信七 堪景 却生 静王 静王是什么呢 静王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亡年 但是呢 这个亡年呢 它就是清净 拼经 这样子的名义 出现 以这样子的名义出现 而不是以贪嗔痴的名义出现 而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扎年的 这个名义出现 它是以光明的名义出现 但是它光明的名义出现 它本身是什么呢 是光明吗 不是光明 它就是亡年 这是亡年 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 就是 这些 这些残经里面讲的这些 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 以后去听大圆满 大圆满讲的 除了这些意外 是没有别的 没有任何东西 它讲的就是这些了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呢 这种念头 以光明的名义出现的念头 以空心的名义出现的念头 以大圆满的这个名义出现的念头 实际上都是念头 都是亡年 都是亡念 这是它的名义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都是亡年 亡年 外面的宝庄不一样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亡年 它是以贪嗔痴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念头 乍年的神分 或者是名义出现 现在换了一个名义 这是光明 佛心 大圆满 大寿音 这样子的名义出现了 但是它不管是什么名义 它不管是外面的宝庄 是什么东西 内在就是这个 就是念头 那么反识念头是什么呢 妄无处所 亡 不就是刚才讲了吗 亡是不成立的 妄年是不成立的 妄年它最终 是不存在的 所以亡武出所 妄年都是妄年 都是虚幻 都不真实的 所以固执 看之 却是妄也 所以你说你要去看 实际上你这个看 去看这个本经 看清经 看本经 看佛心的这个念头 实际上就是亡年 它就是亡年 它就是不能有的 所以没有真武的时候 没有真武的时候 就是以 这个禅丁的名义 以这个光明的名义 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念头会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 比如说像秀大远门 这样子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真正去实修之前 这些书是不能看的 不给你看的 为什么不能看呢 因为你看了书以后 你始懂非懂 里面的内容 你一个都没有真武 但是这些文字 你全都已经精通了 都已经 这些文字 你已经都会涌了 那么都会涌的时候 你到时候实修的时候 你稍微有一点点心平静 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文字拿来贴标签 我现在真武了 我现在这个是光明了 我现在是这个等等等等 所以 所以就是 我们这个没有实修之前 最好就是不要看 不要去看这个大远门的书 这样子 那么禅宗也是一样 我们刚才 我们这次也不就讲了吗 实际上是最好是 真正实修的时候 这么去讲才是对的 不实修之前 最好是不要讲 但是我们应该是 大家都是应该是 想修行的 这样子的佛家族 而不应该是 停留在烧香拜佛的层面上的 应该大家都是 比较相修行的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们也就是 尽快修四家姓 无家姓 提高自己的根祭 然后 就去修禅宗的法 也是非常好的 暂时如果是我们找不到 来灌丁 找不到这个将大远门大寿义 那就去修这个禅宗的法 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已经非常好 所以这些是一定要修的 这些这些这些法 让我们听而不修 那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 这个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实际上另外一个是 当如果这一辈子当中 我们如果有一天 很忍忍的去修的话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因为我们之前看的书太多了 太多了 这些这些这些词毁 全部都已经背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很山与铁表迁 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修行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些法听了以后呢 一定要这个修特别的重要 然后呢 就下面就讲 静无心相 什么叫做静 什么叫做这个 这个 情经 情经 它本身 是没有任何的形象 没有任何的形象 静和不静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大家一定要知道 知道什么呢 静和不静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闪与不闪 心和知慧 等等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而原堆里的 而原堆里的 然后呢 反思而原堆里的东西 在佛教里面叫什么呢 叫二渠 二渠 二渠 反思而渠 都是执着 都是执着 一定要原理他们 如果有这样子的 这个执着 有这样执着 那是没有办法 争武的 所以呢 而原对立的东西啊 实际上这个当中呢 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 为了方便沟通 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名词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相 不是真相 都是一些冥想 那这些二渊堆里的东西啊 这是景和不景啊 现在我们就是说啊 我的心的本性是情境的啊 而不是不情境的啊 这么去讲啊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如果用人类的一语言去讲的话 那就只能这么讲了 我们不能说 总不能说啊 你的心的本性 什么都不是 不能这么讲啊 那就是总要就是讲一个东西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只能说啊 心的本性啊 不是坦诚词啊 是情境啊 只能这么讲 但是这个情境呢 也是二渊堆里 它也没有超过 这个二渊堆里的这个凡仇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啊 佛教又想了另外一个名词啊 教什么呢 教情境和大情境啊 大情境 我们平时都讲大圆满 大中观 这大声音就每一个后面都讲一个大啊 加一个大这个字啊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自己是很高大上的呢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清境和不清境 是二渊堆里的啊 然后呢 他把这个二渊堆里的东西啊 否定 然后意思就是说 他讲的这个清境呢 其实不是二渊堆里当中的这个情境 它是另外一个情境 所以呢 后面就加了一个大这个字是这样子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执着一直都执着这个语言的话呢 那不管是加了大也好 小也好 加什么也好 还是没有脱离这个二渊堆里啊 那么加了一个大清境 那不就是小清境吗 小清境大清境不就是堆里的吗 啊 所以呢 这样子就是执着这个温子的话呢 那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啊 知道他的本性 所以大圆满 大受盈 所有所有所有后面就加一个大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圆满和不圆满啊 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堆里的 二渊堆里的 所以就是为了否定这个二渊堆里 后面加一个大 那么如果你听动就好了 听不动啊 那这个后面再加任何一个加成千上万个啊 形容词啊 都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个意思的 如果再听不懂的话呢 没办法了啊 所以他就是让我们明白他讲的这个情境 不是二渊堆里当中的情境啊 就是为了说明这个这这个意思 后面就讲一个大啊 大情境大空心啊 等等就是这样啊 如果我们还是听不懂啊 还是认为这个大是大和小的啊 大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脱离这个二渊堆里的啊 啊 这个范畴 所以这样子 所以就是经常讲啊 佛经就是这样 语言啊 就是没有办法入实的去妙述啊 这个真 这个真相 心的本性啊 原因 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就是说 静五行响啊 这个佛经讲的啊 经 情经啊 本经 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任何心响的啊 这就是说 它根本就不是静和不经啊 感经和不感经啊 啊 当中的啊 一个啊 它根本就不是这当中的一个 它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心响啊 经无心响啊 那么是它本身是这样子 但是前面啊 你将的这个经呢 实际上自己铁的标签 所以确立经相啊 想佛经讲的经是没有心响的 但是你现在呢 自己建立了一个啊 金像啊 你自己建立了一个这个金响 然后呢 还不仅仅是自己建立这样子的金像 还告诉别人 厌世功夫 说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正无 然后呢 你在这个上面啊 下功夫 下功夫的话 那你就一定会解脱的 还别人还还叫别人这么去 顾虑别人这么去做啊 如果这样子啊 那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做次兼者啊 就是吃这样子的简洁的人 观念的人啊 障子本心啊 就是障碍了啊 就是证悟自己的本心啊 本心 因为你自己贴了标签呢 那你就是永远都停留在这个表签的下面啊 表签的下面 而且这个标签呢 它跟这个 它真正的 心的本 本心啊 没有任何关系啊 根本就不 它以这个表签呢 实际上 就在这个啊 意识的繁愁当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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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就是 自以为是在修心啊 修本心啊 修这个啊 光明 但是实际上呢啊 就在这个啊 意识的繁愁当中 所以永远都没有办法 证悟啊 所以这个就是 障子本心啊 就是障碍了啊 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 然后 却被金服啊 有些时候呢 前面提到了一个叫做法服啊 就是法服啊 那么今天这里呢 又提到了一个禁服啊 意思就是说 反正啊 我们认为的这个空 我们认为的这个金啊 我们认为的这个光明 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些全部啊 实际上自己的网向啊 然后我 如果我们把通过这个网向啊 达到一个没有网向的地步啊 把它作为一个果毒来用的话 是可以的啊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酒精的啊 经节 最后的经节 这样子去看的话 那么就是就不需要其他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把你束缚了啊 就不能解脱了啊 就是精精的束缚在啊 束缚在这个啊 这个扎念或执着啊 执着当中啊 不能解脱啊 不能解脱 所以这个就叫做啊 就却被禁服啊 比如说我们一个念头啊 我们认为是一座山啊 或者是一条河呢 这样子的念头 跟啊 清经这个念头有什么不一样呢 啊 本质都是一样的啊 本质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一座山一条河 它是以一个世俗的东西的名移啊 世俗的名移出现的念头啊 然后这个笨经呢 以涅槃的名移啊 出现的往年啊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往年了 这都是一样的往年啊 一样的往年 所以呢 都是这个啊 都是 都是 都是啊 束缚啊 都是把人束缚在轮回当中的啊 不能解脱的 它的效果啊 后果啊 都是一样啊 所以呢 就叫做敬服务 这个啊 当中啊 讲的是非常的啊 有意义了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这个对我们的实修是特别有有有有有帮助的啊 有帮助的 我们啊 实际上这个拥的时候呢 啊 就是我们当我们去修行的时候呢 对这个修行啊 对我们自己的经节啊 那你就不要就人为的去贴啊 任何的去任何的这个标签啊 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这个作法啊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 这是第二 然后呢 最后一个了 第三 若不懂者啊 这个呢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 现在第三就是若不懂者啊 不懂啊 就是说啊 我们的心啊 瓶颈啊 不要七星东念啊 就是把心守住啊 守住 不要让他啊 参省啊 各种各样的念头啊 就心静下来啊 那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禅定 如果这种观点啊 这种观点是什么呢 这种观点就是不懂啊 不懂 这里讲的不懂就是这个观点啊 那么这种不懂啊 若不懂者啊 他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说 不见义其人国患啊 实际上真正的不懂是什么样子呢 不懂这两个的不懂这个词啊 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 有好的有不好的理解啊 那好的方面 正面的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 比如说什么叫不懂啊 你比如说看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啊 虽然是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啊 但是呢 我们的意识呢 就是不执着啊 这个人像啊 不执着人像 不执着于人 然后眼睛啊 实觉当中呢 出现了一个人的形象啊 但是呢 意识呢 他就敢 他就证悟了这个人的本质啊 无我啊 人的本质无我 那么就是这种无我的话呢 那在某种程度上啊 可以说他是一种不懂啊 这就是可以说是不懂啊 若不见啊 不见一切人国患 比如说出现人的时候呢 你也看不到人啊 然后也就看不到的意思 就不是说我们眼睛看不到啊 我们的执着啊 就不执着人啊 那然后呢 就更不执着这个人的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国患啊 然后这些都啊 就没有这种这种啊 国患 然后自信不动 那么这个叫做呢什么呢 就是自信不动啊 如果你说的不动是这种不动啊 那是对的啊 前面不就也讲过嘛啊 这个这个 这个谈经啊 谈经的这种研编的过程呢 就是跟一个蛮长的历史有关啊 所以呢这个当中呢 不仅仅是这个回弄大事啊 后来的很多很多禅师们 呃 加了很多东西进去了啊 游戏呢 地方呢 呃 加的就特别的啊 有意义的 比如说像这一段话啊 就这样的这个顺序啊 它是非常有序的啊 呃 比如说前面讲了这个 若眼堪净啊 那这句话当中呢 它是怎么讲的呢 它说先讲啊 如果你讲的这个净啊 如果它是真实正确的净啊 那就是人心本情啊 那么这样子你这个是对的啊 但如果是网香啊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是错的 就这么讲的啊 然后后面的这个不动 它也是这样子讲的啊 这个讲法是一样的啊 这个顺序也是一样 它后面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不动呢 呃 什么叫不动呢 正确的不动啊 就是说不见一切人果还啊 自信不动啊 那这个是对的 如果你是这种不动的话 那这是没有错的 如果你说不动 实际上这个不动是自己贴的表情啊 然后呢 没有达到这种表准的话 那你虽然说不懂 实际上你这个不动呢 又是一个以不动的名义啊 出现的一个懂啊 一个念头啊 实际上它就是念头啊 呃 呃 不懂啊 大作的时候呢 身体是不懂的啊 啊 身体不动啊 啊 身体不动啊 大作很长时间身体不动啊 但是呢 开口即说人是非啊 大作刚刚结束的时候呢 马上就开始讲人的是非了啊 不到一分钟就马上就看是谁谁的不对 谁谁的错啊 就是开口即说人是非啊 说人是非啊 那么这种人呢 他虽然是身体不懂啊 他大作很长时间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小时啊 啊 然后呢 啊 自诚实啊 证悟了 到处都去公开宣布说自己证悟了啊 啊 但是呢 你证悟了没有 看看你在做什么说什么啊 啊 就是说立即就就刚刚打坐没有几分钟的时候呢 然后马上就开始啊 就讨论啊 别人的长断啊 果实 开口即说人是非啊 遇到违背 那这不就是遇到违背吗 啊 如果一个真武的话就怎么可能啊 真武不就是不懂吗 不懂的话是辱辱不懂是什么呢 在不懂的境界当中呢 啊 那就是 啊 没有这些这个国患的啊 没有这些国患啊 那这就是说这个是意思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 这就是说我们啊 就是把这个六诸里谈经的这些词啊 都是呃 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要把这些词来衡量我们自己啊 不要去衡量别人啊 这个不论把这佛经的这些词啊 不能啊 就是作为衡量别人的啊 这个啊 东西表准 就是要衡量自己的表准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啊 这就是为卑鄙啊 欲到为卑啊 呃 所以呢 这个前面我们啊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般的佛经的讲法都是这样 先啊 他简单的啊 就狂加心的啊 就是说一遍 然后呢 就一个一个的结 一个一个的结实啊 然后最后呢 有一个归纳啊 一般的佛经都是都是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很多的这像吴布达伦啊 这些都是这样 他这个呢 呃 呃 这这这这几句话呢 呃 完全是按照这个 呃 我们像吴布达伦的他们的这个妙述的这个方法 先是一个狂加心的啊 三句话 然后呢 三句话一个一个一个的结实 然后呢 一个一个结实的时候呢 它也是非常有规律的啊 然后先讲啊 如果你这个东不懂 或者是你这个情景是正确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啊 这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你虽然你说是品情景 你说是不懂 但是呢 呃 如果呃 是有是比如说啊 开口就是说人的是非啊 等等 那这个就不叫不懂啊 他是这样子讲 呃 这个非常有规律的 然后最后呢 呃 他就把前面的全部要归纳一下啊 怎么归纳 那的呢 就是说 堪行 堪井啊 缺啊 堪井啊 确是 账道原因啊 淫缘啊 那么 这种啊 堪行啊 和堪金啊 都是长道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啊 障碍啊 这都是这个 对倒 秀道的这个障碍啊 障碍的淫缘 这样子以后呢 他前面的全部归纳了一下啊 啊 静机如实啊 这四个字呢 啊 这四个字 呃 是很多的 呃 这个班本是没有的 这四个字啊 这四个字呢 很多班本是 是他 他很多班本当中 呃 没有 比如说像这个中宝本呢 呃 呃 他也是没有的 然后中宝本的这个 呃 有一点点不一样呢 比如说啊 他的这个文字呢 稍微要多一点 呃 就是说 验是啊 作词 兼职啊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啊 比如说 善之师啊 若朽不懂者 但见一切人时啊 就这么多了几个字 就是说 如果你见到人的时候啊 看到了人 但是呢 不见人的本质 也就是说没有知作啊 所以呢 不会有他的 不会讲啊 实费 不见认知是非 善额果还啊 就多了几个字了 这个这个 呃 当中呢 这个敦煌版当中呢 啊 就只有这个果还啊 没有这个善额 然后呢 啊 即使啊 自行不动啊 那后面的呢 啊 对还有就是有几个字 又多了几个字 善之士 密人身水不动啊 身体虽然不动啊 开口便说 他人是肥 长断 豪额啊 这这么几个 多了几个字啊 但是呢 实际上都是都是啊 这个当中呢 已经都包含了 呃 内容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最后呢 啊 就是这四个字啊 这四个字啊 这四个字是 这中保本 还有很多版本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 呃 但是这个 敦煌版啊 两个敦煌版里面是有的 那两个敦煌版里面的字啊 这个 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这个敬即如实啊 啊 这个 啊 这个 啊 这个字呢 啊 两个敦煌版本的 这个 用的字 用的字 啊 不一样啊 但应该是这种 应该是这个字啊 敬即如实 就是说啊 这个三句话啊 不堪行 不堪井 不 不眼不动 啊 这三句话的内容呢 就是应该这样子 即足啊 要这样即足啊 如实啊 就是如实的即足 就这意思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啊 子呢 啊 这是这个 即足的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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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啊 敬即如实 所以这 后面的几句话呢 它是一个前面的全部的内容的一个归纳啊 就是说 堪行 堪井 却是啊 账道淫缘 敬即如实啊 这样以后呢 就是一个 呃 归纳啊 啊 那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佛经的 像吴布达伦啊 啊 他们的像这个 将法都是 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我们一看这个 这些字的时候呢 它是按照啊 就那样子的这个 规律啊 去讲的 那样这样子讲以后呢 我们很好啊 集住啊 很好集住 先是一个框架 然后呢 啊 就是将它的一光光光讲啊 最后呢 就是一个归纳 这样子我们很好记住啊 也很好理解啊 那这样子 那这三个三句话呢 对我们的修心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啊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句话啊 特别的重要 呃 这个我们一般在 其他的啊 很多的将理论的这些佛经里面啊 是听不到的啊 就听不到的 因为他们呢 还不是一个石秀的这个引导文 他们也不会 他们的很多的内容呢 也就不会涉及到这些方面啊 那么这个我这个 谈经呢 呃 他就是一个 他也有很多的 讲很多的理论啊 但是呢 只至少到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左禅啊 第五聘啊 那他就是讲一个很具体的一个 呃 修访啊 一个这样子的内容啊 所以这个这个当中就是有这些 呃 内容啊 平时在其他地方呢 呃 很难听到啊 很难看到这些非常具体的啊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啊 而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啊 问题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记住了以后呢 啊 到时候我们自己大作的时候啊 就是要拥得上啊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表准啊 或者是没有这些衡量的这个吃度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大作呃 就是很迷茫啊 到底证悟了 没有证悟了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证悟啊 那么有了这些衡量的吃度以后呢 啊 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停留在一个意识的层面 这样子的话啊 那完全是没有没有什么证悟了 这就是不是不是在看行吗 那六祖灰弄大师不要让我们看行啊 那我现在呢 他最多也就是把心看得好一点 平静一点而已啊 所以就是自己可以确定啊 这个禅丁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啊 这个时间的这个禅丁啊 还探不上啊 还探不上这个证悟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啊 可以稳的地方啊 那我们自己就可以确定啊 这样子非常有意义的啊 希望大家这个文字不多啊 背下来啊 也就就几分钟就背下来了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啊 是很很很丰富的啊 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 好我们今天呢啊 就降到这里 然后其他生侠的内容呢 我们回明天啊 继续讲啊 还有就是15分钟 大概15分钟的时间啊 大家有什么疑问啊 我们可以互动交流 请问上师 真如是念之体 念是真如之用 是否就是烦恼寄菩提的意思呢 是是烦恼寄菩提的意思 请问上师 大圆满初步证悟的标准是什么 找到念头中的佛性真如的部分 算不算是大圆满初步的证悟 大圆满初步的证悟 就是这个禅宗里面讲到的这些啊 内容他体会到 但不是理论上啊 体会到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算是一种初步的证悟 有一个公案 往昔如来牙尊者修顿钞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出门 阳光照在他的前面 他突然就晕过去了 完全没有意识 当从这种状态中梳醒过来的时候 尊者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修行 以前他还有一个可修的法 但是此时怎么修 怎么修 什么修都不知道了 后来他向智卑光尊者汇报了这种状态 智卑光尊者说 这就是真正的见解 这叫脱落 问题是 如来牙尊者 这种他的这个证悟是见到的证悟吗 是不是意识转化为智慧 就是这些上师们的他的证悟啊 我们去衡量 这个很难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也有可能是佛的境界 也有可能是异地菩萨的境界 都有可能 这个没办法知道了 但是比如说 一个人突然间 就是憎悟了真正的这个大阅满的境界 或者是这个禅定的这个境界 那么刚刚出来的时候 从这个餐厅当中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境界当中 没有修和说修和修心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这个当中出来的时候 在他的境界当中没有一个所谓的修的概念 这个就是意思就是他说不知道怎么去修 就这个意思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睡个午觉 睡得特别好的 新过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睡在哪里了 就是这样子的大概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若是见到的政务 是不是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脱落的过程 若是见到的政务 就是是不是都要经历这样一种脱落的过程 脱落的过程 这个你会有的每一个人都是 比如说政务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政务的境界 非常的强烈 那这样以后 他从这个境界当中出来的时候 可能是以时当中 就是失去了 这个所谓的修啊 正啊 称佛呀 因为这些概念 都是我们的世俗的当中 或者是回到这个生活 以后呢 会有这些概念的 那他的这个政务的境界 他本身这个当中呢 肯定是不会有这些概念了 所以这种感受很深的时候呢 那可能暂时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个脱落这个词呢 还不是很清楚 反正这个感觉是应该可以有的 请问上师 政务之后还会退转吗 嗯 政务之后会退转 这个要看他的这个政务的程度 初步的政务呢 会退转的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修大圆满的时候啊 就是呃 有些时候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真务的感觉 是不是很难的啊 尤其是呃 修心 比如说前行修的比较好啊 或者是前行啊 修的不是很很扎实 但是呢 对大圆满的发呀 对上师的心心 这些都比较比较重组的话 这种情况下 就是以时啊 就征务了一点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啊 这个是有可能 这个不是很难的 可以可以有的啊 但是这种情况呢 呃 就是非常的容易推逝啊 推逝 因为第一 推逝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呃 是因为他的这个基础啊 不扎实啊 也就是说 准确的说就是修这个 这个家庆还没有修好 那这是一个原因啊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他真务了以后呢 然后没有认真的继续去修啊 然后他比如说去忙于其他的事情 这样子以后呢 那就是这个真务呢 很就有可能很快就会消失啊 这个有这个是大圆满的书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的 嗯 他还问 证悟和菩提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有菩提心可以有很多的关系啊 比如说先修菩提心 然后呢 就是这个菩提心 就是对证悟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了菩提心呢 菩提心自然就可以清净啊 很多的这个罪业 然后呢 菩提心呢 自然也就可以积累很多的质量啊 那积累质量和这个清净罪业呢 那这两个是证悟的直接的这个因素啊 所以呢 有这样子的关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关系呢 就是证悟了以后呢 这个因为证悟的经节啊 就是 呃 对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增长啊 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也是一个关系 网络问题 请问上师 如果已经找到念头里的真如部分 但是这个瞬间只是在升起念头里的一部分很短的时间 怎么才能够让时间延长到持续不断的都是真如呢 证悟了以后就是要继续搭着啊 继续搭着 继续修心 然后呢 尽量的这个时候 证悟了以后呢 尽量的啊 尽可能的 就是把其他的事情呢 呃 稍微放一放啊 包括这个 比如说像文思啊 还有一些佛法方面的事情都是一样 想放一放一放啊 就是 撰绣啊 异闷深如 那这样子以后呢 那这个真无的境界就 呃 就 差不多就是达到一定的时候呢 就不太容易 呃 推势啊 那这个时候虽然是真无了 去去忙别的事情 那就 就会容易推势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继续 修心 嗯 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菩萨一敌的时候啊 菩萨的第一敌呢 就叫做建道啊 建道就是呃 呃 真无的一个横高的境界了 就真无了 但是真无了以后呢 还要从这个真无就是菩萨的第一敌啊 还有后面呢 就是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十地啊 那这个就是要修的 所以呢 呃 请问上师 我们会修禅修班的课本里讲 只有六道轮回 为什么能言经理 讲到有魔道和仙道呢 嗯 这个六道五道这些分类的方法 佛经里面很多的啊 都是不矛盾的 这是一个分类的方法不同而已 实际上呢 比如说 六道 或者是悟道啊 或者祈祷啊 祈祷的话呢 除了六道以外啊 再把这个中阴神啊 中阴神就就 他就作为一个另外的一道啊 这样就祈祷了 然后就是把这个呃 非田阿罗汉啊 就是归纳为人和天人啊 然后就变成了悟道了 所以这些都佛经 不同的佛经啊 有很多不同的分类的方法啊 这个怎么样分类都是不矛盾的 嗯 请问上师 寄生证 证物大圆满寄生成佛 这里的成佛和 和释迦摩尼佛佛陀是一样的吗 要这样子理解啊 这个从他的证物的经节 和断除烦恼的啊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跟释迦摩尼佛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从度化终生啊 或者是度终生的这种心识来讲啊 那跟释迦摩尼佛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来成佛 来度终生 转法轮 这样子 那其他的这个 是不是这么长时间当中 只有 只有一千个人成佛呢 当然不是了 就无数个人会成佛的 但是这些成佛的这些人的 这个度终生的心识啊 或者是在这个地球上啊 度终生的心识呢 那就跟释迦摩尼佛是不一样的 度终生的方式 或者他的心识不一样 但是他的见解 还有他的这个断除烦恼的这个程度啊 从这个角度是一模一样的 忘了问题 上世纪的您曾经开示 对于密成弟子 违背了密成界 如果自己不想忏悔 三年以后就不能忏悔亲近了 但我们的辅导员说 所有的罪业三年之内没有忏悔的话 永远都不能忏悔亲近了 弟子想再次请您开示 这个应该这样子讲啊 不是所有的这个追国 忏悔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追国都是可以忏悔的 包括就是反密成杰的这个追国呢 三年超过了以后呢 也可以忏悔的 忏悔是没有问题的 那什么有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犯了密成杰 然后自己不愿意忏悔 这样子超过三年了以后呢 意思就是说三年以后 这一辈子当中啊 再不能重新守密成杰 不能重新守密成杰 不能重新守密成杰 就这意思了 但是他的罪国呢 能不能忏悔呢 可以忏悔的 这是不通的啊 这个是梁慧史啊 就是忏悔罪国 什么时候都可以忏悔了 他可以不躲地狱 如果是比如说 他这个密成杰 犯了以后啊 三年啊 不忏悔 然后七年八年以后呢 开始忏悔 然后忏悔的话 他也可以清净的 这个可以不躲地狱的 但是呢 密守密成杰呢 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 就不能再守了啊 是这样子 然后也有一些 不通的这个佛经的说法 有些佛经当中呢 有些密成杰呢 它是非常的严重的啊 至少就是如果你要把全部干 要清这个清净的话 那是很有难度啊 也有这样子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忏悔都是有有勇的 三年以后呢 也可以忏悔的 多少年都没问题 都可以忏悔 忏悔了以后呢 也可以清净啊 然后三年以后 什么不可以呢 密成杰不能再守 就这个意思 好 最后一个问题啊 请问上是 为获得大圆满灌顶 而看大圆满的书 算是犯密成杰吗 翻密成杰还没有 比如说 因为 看一些密法的书 还没有人解释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密法的书 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很难理解的 不仅仅是密法 比如说有些显宗的这个佛经 当中呢 也有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如果他没有 如果没有人去揭示他的 真正的含义的话 从字面上看 这些有些文字 有些文字 它的这个字面的内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能 比如说 终生都是佛 这句话如果没有人讲 它的意思的话呢 怎么可能终生都是佛呢 那终生都是佛 那终生都是佛 为什么还要学佛呢 那终生都是佛呢 那地狱里面的是不是都是佛 佛是不是多地狱呢等等 就是这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 以后呢 产生各种各样的邪见烦恼 显宗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密称呢 也就更容易就就产生这样子的邪见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 没有人讲之前呢 最好自己就是不要看 然后呢 关定没有关定之前呢 也就最好不要看 但是就是无疑当中啊 或者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卡了啊 但是没有产生什么这样子的这个邪见 那也就不算 就就不算 什么严重的问题啊 但是它的要求呢 最好就是不要看 关定就是如门 如了门以后呢 再去看这些是对等的 没有如门 门不相如 但是要去看看它的东西 这个是不太文明的做法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赶上师开始 好 好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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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这边 走